好啊,那大叔啊,我可以问一下你啊,你是98年就来到大陆,而且是在深圳这一带吗,那我可以问一下啊,就是呢,台湾人总是说,这个比较好笑,台湾人总是说,大陆人很喜欢偷东西,骗人,没有素质,你刚来的时候呢,有这样的感觉吗,或是说其实事实上跟这边大陆人相处是怎么样子的? 其实我觉得啊,10年前和10年间的台湾,它也是有这样的过程过来的,包括你讲的,很多不知投机数有的人会觉得说,大陆人的数字差呀,水平差呀,还有这里的社会环境治安差,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失意证的话,我记得,因为我是在香港出生的,我是幼儿园的时候, 我是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才到台湾,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去那个台湾,乌兰你知道吧,乌兰那时候是个风景乌兰乡嘛,那时候应该是,三四十年前了,四十年前了,我们去乌兰,我妈妈去乌兰玩, 那时候乌兰,要回到我们家的公车,一天好像只有三百,所以那时候公车一来,那那个车子,人都是直接把小孩子从车窗塞上去的,大家也在那边挤呀,那包括几十年间,我们在台湾厂吃槟榔,我也吃过槟榔的,也是满地投这个槟榔渣, 就是说,话题讲到你说这个投技术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它本身发展的过程里面,本来就必须去干这件事情,我们都是从非法演进到合法,合法演进到制定法律,包括美国也是这样, 是有这种现象,是有这种现象,就是说,它不只偷台湾的技术,它可能日本的技术它也偷,美国的技术它也偷,包括我们以前厂里面,你就要这样说吧,台湾人的工厂,它也,它为什么要来这边设厂,很多,你如果说在台湾,我已经是做外观设计的,你如果在台湾,你要做,用AutoCAD,你是不是得买正版,对,AutoCAD这个软件,回度软件,你得 买正版,但是在这里,以前,就不用了,我可以去华强北,买10块光碟,回来装一装,每台技术都可以用,就是说,嗯,偷这件事情,是源于,当初这里的环境,它还不完善,还不法治化,所以不止它自己能偷,就是很多,美国来的,美国来的跌好,不是说,德国来的跌好,他来这里, 他也,也,也愿意,用这种方式,他会觉得,他的,呃,管理的,比较宽松,那做的事情,自然就会有错,其实就跟台湾曾经,号称是,制造业的王国,然后,但是,同样有一个,另外一个称呼叫,盗版王国,台湾嘛,就,台湾曾经也是,盗版王国嘛,对啊,对啊,就好像说,我,比如说,我,我们以前, 街外国的客户,欧洲的客户,老外来,呃,他看到有人仿冒他的音响产品,他就很激动,我们讲说,oh shit,他仿冒的东西,我们要告诉他,呃,你们要去处理他,但是,每次送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经过罗骨了,他都要去罗骨商场,干嘛, 去买,这个假的IWC啊,呃,假的Gucci啊,然后他还,他还,做的又像又真,还好像比较好,对,他们说,oh my god,好便宜,便宜到底了,好棒,他一买,不是买一个,买五个六个,他买一个也是送给别人,所以,你确实有种现象,只能这样说了, 好笑,哎,那,我比较想问,就是说呢,嗯,你觉得,就是你在大陆生活的这么多年啊,其实,哇,你说你从小是从香港出生到台湾到大陆,所以真的是,等于是两岸三地都跑过,那你觉得就是说呢,嗯,有那样想象过,就是说,这边的人对台湾人很不友善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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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嗯,你说的这个问题,我重复一次,你说,有没有感受到,这里有人对台湾人不友善,是不是,对啊,这不是台湾人最喜欢讲的吗,对台湾人不友善,OK,那我这样讲,嗯,我没有感觉到,但是唯一一个我认为,自我觉得说,什么情形下,我会认为, 呃,呃,呃,内地的同胞会不友善,就是,他就很直接的去问我说,你知不知是同意,哈哈哈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个人不太友善,嗯,是,对,只有这个情况,但其他你分包吧,呃,呃,呃,我觉得不应该说用,内地人有不友善,或是,呃,呃,台湾人觉得内地人有不友善,不应该用这个说法,而是应该说,你觉得,呃,呃, 对参队的人有不友善,不友善,对吧,你说,呃,你觉得说,呃,你去买单的时候,他不理你,还是你拍桌子有不友善,不友善,但是这种情形,我在香港没有遇到,我在德国,我在香港没有遇到,就是说,有,如果说有人要特意去针对说,贴上这个标记说,内地人是不是这样不友善, 那我认为这个是有一种扭曲的形态,如果你是说,呃,是不是说,呃,读书少的人会比较,呃,书值比较差,那么这点我就可能比较软,或者说,呃,家照不好的人,家庭交易不好的人,呃,他是不是会,呃,比较被礼包,呃,这根其实是内地人,或是台湾人,你用这样去贴,我就不太赞成,对,没错,对,所以其实我们应该, 在普遍来说啦,我碰到的多数的,呃,就是在大陆的人呢,其实都还挺友善的,就是原则上呢,不会,呃,不会像说在台湾媒体渲染的说呢,啊,台湾人到这边呢,就会被欺负,然后被骗,然后对台湾人特别不好,对吧,其实就是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呃,误传,或者是说呢,他把一个某些个,个案,个例的人,然后拿来放大,作为权官来看,就是说,其实就是,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呃,误传,或者是说呢,他把一个某些个,个案,个例的人,然后拿来放大,作为权官来看, 对我们一个人的感受来说 对,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昨天晚上,刚好我有朋友来,哦,我们坐在院子里面,那我们,呃,晚上10点多了,在院子里面呢,稍微大声,大声的一点点,哦,就是说,可能妨碍到别人了,那但是,呃,楼上的人呢,他就是说,哎呀,找什么,找什么东西啊,好,这个情况下,如果,以我个人的立场解决,就是说,嘖,这个人, 不太友善 但是如果呢,你要站在台湾里的几个人,他的内地人不友善 这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件事情 嗯 就你要怎么去包装他,因为我是,如果我是站在台湾人,台湾人的立场,哦,我在当下,我就讲说,哎呀,阿拉伯都 做白的,毗毗毗,瘦几瘦,没水煮 是,那如果我会这样讲,有可能是因为,在场的那些朋友,都是台湾人 那么,你这样讲,你只是为了 获取他的,他们的负荷 对啊,哎呀,我才说,阿拉伯都最准了,哎呦,夭壽了,是不是 但是我相信,没有那么,北吧的台湾人是说 台湾人是说,自己关起,他敢这样讲嘛 但是如果你是坐在这里,呃,你的朋友是有四川的,有北京的,有湖北的 你,你敢这样说吗,你会这样说吗,你不会 但是你可能回到台湾了,你,你会这样说,哈哈哈 你懂我,其实这些那个很,很搞笑的一个状态,我是这样 了解,其实因为如果说我个人啦,我如果说真的拿两岸三地呢,去相比的话呢 嗯,碰过几件事情,如果我硬要讲说,碰过我自己个人经历啊,像我呢 呃,我在大陆呢,第一个被骗就是被台湾人骗 就是,真的是被骗,就是被去,反正我是被骗去工作啊什么的,反正后来自己搞得一一身心也没赚到什么钱 然后,呃,碰过最不友善的人,在香港 因为我讲,我讲国语,然后呢,那一次冬天超冷,在香港,在香港冷到,需要开,开暖气 那我不会开 我就打电话到前台,我说,暖气怎么开 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不好意思,我们这里没有暖气功能 就说怎么可能,我就看了墙壁那个是暖气,只是我不会开而已 过了五分钟,我打电话,用英语说 啊,三分钟后他就上来帮我开暖气 但是,我觉得最不友善的中国人,在香港体会到的 然后第一个骗我的还是台湾人,你知道,就自己觉得自己是老乡,应该不会骗人嘛,不好意思 就我第一个被骗的是台湾人 然后,这是我觉得就是,我个人经验啦 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两岸三地人比起来,我会突然觉得说 我至少,大陆人没有,不会说对我特别好,但也不会对我特别不好 那,也没有,也没有把我骗去工作,还是什么的,反正至少我没有碰过 这样讲,会不会对你一个香港出生的不好听啊 但是,这是我在香港的亲身体验 不会 而且,我有一个很强烈的就是,像我本身是做设计的嘛 之前,我遇到一个,台湾的老板 就是,口中吊子雪茄 很转,很牛逼的 我跟你说,我帮这个国台,帮你的山南 我在台湾,是做什么大陆人发的 我现在在香港,反正,本乎啦,讲的,天上有地下屋的 但是,他就说,哎呀,我很欣赏这个台湾,你做这个稿子吧 我就给你5万块 我说,可以,5万块还挺多的嘛 但其实 我这样讲,我又不应该说光 我这样,我就好像变成一个偏见 但是,我遇到最后,他就是 他想方式的把这个告诉你说 我不给你后面这些钱 但是,他把所有做完的东西都拿走 就是说 我在内地,反而遇到 接着这些设计案 是没有这样,因为 我之前遇到一些 内地的这些 这些客户 我也怕被他们骗 就是我会要求他们 你要先把全部钱给我 我再做 但是反而我觉得 我觉得台湾人应该没问题 就是大家 都是台湾人嘛 对吧 都在台湾 你是在开那个 店 做行李 那你肯定 也会 信守你的承诺去 完成我的教育 但是反而没有 就是 会有这个感觉 对,我那时候也是很相信他 我想说好,那就去工作嘛 结果就骗去之后呢 搞得好像我也跟着他 诈骗别人一样 然后我就整个就很不舒服 后来我就 早早赶紧走 这样子 就是 自己也没赚到什么钱 这个话题不能 不能再延续下去 再延续下去 好像我们 是在讲自己不好 这个话题要顶在这边 但是呢 我觉得其实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这是 个人碰到的经验啊 但是 当然这个只是说少数案例 然后 原则上来说 我自己 在这两岸去相处的时候 其实多数人都还是 挺好的 就是说 其实真的并没有到 台湾人讲的好像 一到这边来 落地全部都是 全员坏人的那种感觉 其实没有这样子 对那个可能是 他看太多台湾的孤独剧了 就很过不想像 这个 这是个人问题 可以不要有问题 但是我觉得 好人坏人数值高的人 哪里都有 台湾也有 香港也有 都一样 这个 其实 不需要去深究 那这个 大叔 我说就真的想问你啊 在这个 目前现在就是 你现在常居在 这个大陆这边 然后呢 尤其是碰到现在 疫情呢 加上 两岸的一个关系 到了一个比较 低点的一个情况下呢 你跟台湾的 亲朋好友啊 在交流的时候 会不会因此有影响 你一桌的影响 是不是哪方面 就是 例如说呢 你的台湾的朋友 或是什么亲戚啊 是不是真的就会拿着 这些台湾报道新闻 就说啊 你们大陆真的 你在大陆 大陆真的这么可怕 真的这样子吗 或是说 他们会不会真的有 因此被媒体影响 然后有一些 嗯 不 不好的 看法啊 然后会不会就因此跟你有 有不好的这个交流 或是隔阂 我觉得我们 我跟你是不是 没有待在同一个台湾 就是说 还是我们年代不同 可能因为我同学二十几岁 我身边的台湾朋友 没有这么古老的人 就是说 我这样讲 都不礼报 就是说 没有遇到 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说 哎呦 你们那边是不是要死人 没有 真的没有 就是 当然另外一个原因 你必须解释一下 因为毕竟 你知道台湾都有分 温馨啊 华兴啊 那因为我这样子的状况 就类似像外省人 外省人的家庭本身 他在台湾岛内的亲戚 本来就不多 所以就一 我本身 周边这种台湾的亲戚朋友 本身就少 如果是属于 以前工作认识的 这些台湾的同事呢 基本上他都是曾经在 内地带过的 所以他本身的这个政治敏锐度 不是说 哎 这种话题 他是比较不会这样去表现 那么对 所以就就比较少遇到你说的 有人会问这个问题 我朋友会觉得就是落地大陆 就会被抓去警察局官 夸张吧 呃 你朋友觉得啊 这个我真的不好方怎么说 就像你讲 我们两个差了一个年代 对 我觉得他们对媒体的信任度 我只是说我身边没有发生过 理事我们要是一个事情 尤其像我在东莞 因为你说你在深圳嘛 那我相信你前例 对 有碰过之前呢 我们不是说 呃 呃 那个 生产用电限电吗 嗯 前去年有一段时间 不是说生产用电会稍微限电吗 就是工厂用电限电吗 对 然后呢 就是台湾的报导是呢 就是所有用电全部限电 然后什么广东一片黑 然后所以我朋友在那边给我发消息的时候呢 我就跟他说 照你这样讲的话 我手机都应该没电了 我都不能给你发消息了好吗 就是并没药 我现在活得好好的 我还每天看剧打电脑 就是 呃 我就会觉得说你的 你在媒体上看到的这个 广东可能跟我不是一个广东 就好像你讲的 你会觉得你认识的台湾人跟我的台湾人 好像不是一个台湾的人 就是 对 对就是 呃 我的同学对于这个新闻 他就是非常深信不疑 所以 呃 我就交流就出现出现困难 我认为哦 一 我没有遇到你说的这种人 但是如果真有这样的人 我认为 他的 他会做这样的表述呢 只有两种情形 一种呢 他就是居心叵测 一种呢 就是 读书少 监视少 那 这个就 呃 观众自行去判断 就是到底台湾的 现在会 会像你说他问这样问题的人 他真的是读书少 监视少吗 我相信台湾人不愿意承认 自己读书少 监视少 对吧 对 那第二种就是可能他居心叵测 这个用心可疑了 那这个居心谱这用心可疑的背后 那大概就自己去想想法会这个空间 因为 这个话题去谈论他的意义 完全是不是基于一个客观事实 或是尝试 或是有资讯的数据 去做一个公平公开的去说 而是一个 把这个事情包装成一个很偏激的问题 这等于是挖坑眼跳 我觉得回答这个问题有多大的意义 我想说 很久的这个问题有多大的意义 对 因为他在跟我讲说 我就觉得很好笑 我说你要这样讲 我怎么跟你打游戏的 就是我应该已经跟你人间消失了 好吗 这什么店都没有的话 是对蛮好笑的吗 回答你这个问题好累 因为你装逼我也要装逼 难道两个台湾吗 咱就别了吧 应该是这样子 反正就是还蛮好笑的 有时候我回答他问题就是 不知道该怎么说 好 大叔 我们今天就是一个简短的采访 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真的还有机会的话 就是呢 有机会可以请大叔来去看看 这好像是好像没有机会了 没有啦 因为我主要是怕大叔太忙 我是怕大叔太忙 因为我 我觉得有时候就当聊天 我跟你 我觉得你很很适合做采访 我跟你这样觉得好像聊天 没啥压力 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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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我觉得真的有机会的话可以来个比较让大叔真的可以对YouTube的朋友们 然后分享一些你的可能关于时事的看法或是什么的 然后但是这个就会更更难一点因为我们会做成直播 就是直接呢开一场直播 然后可能会是一个小时的 那当然如果说是要看大叔的时间 看OK 然后我们可能会有主题式的 然后大对就可以 因为我看大叔的很多的对于时事的看法我觉得都还蛮深刻 还蛮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尝试的对我们YouTube的朋友来去发表 对所以有机会的话 有机会的话可以 跟大叔做这个直播 那就是送了一个赛美吗 诶是真的啦 就是我有机会可以跟大叔做个直播 好不好 谢谢大叔 谢谢 今天非常谢谢大叔 谢谢 谢谢 好 好 各位下次见 拜拜 OK 拜拜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按赞订阅分享和开启小铃铛 以接收到频道最新更新资讯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这里帮您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第酸水 与病毒细菌作用打架完之后呢 就变成了水 温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呢 更环保 适合长时间多次频繁的使用 请赶快上快点购 买的时候记得输入我的 推荐代码就有折扣哦